Penze Saint you 德国老爷子吃中餐以来第一次战胜儿子 今天又是干花园活的一天 1000平方米的花园了 我们两个人弄肯定是干不完 所以我们把Tini姐姐也请过来帮忙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问你们可以请人干活 拜托 一个小时一个人最低50欧 相当于400块一个小时 那我得直播多少个小时才能撞回 还是自己干吧 加上姐姐老爷子做小助理 我们四人同心协力 三个小时全部搞定 肯定没问题的 姐姐呢就负责厂 我负责呢搬杂茶 我的手臂呢比较有力 围墙这一块呢 我来负责 足足八公斤啊 这个机器 我一举就三十分钟 姐姐呢再额外修剪一下 我就负责午饭 姐姐的啤酒厂还要忙 所以弄完之后呢 她就要离开了 话说回来 有没有人想过来干活的 我包吃包住 干完活之后 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本来想说 点外卖的 不好意思 我们在德国 肚子饿了 拜拜 公子 看 半头哥真的累得不行了 满身大汗 说一点胃口都没有 暂时先休息一下 而我们家老爷子就不一样了 哪怕再累 肚子饿了也要吃 零食做出来的就将就一下 正常来说换在中国 直接拿起手机点外卖 那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 大家看老爷子眼神 儿子来了 吃饭的速度不如自主的加快 老爷子来了 吃饭的速度不如自主的加快 老爷子来了 吃饭的速度不如自主的加快 老爷子来了 一块有着脚啊脚 还有干活没干累 干饭干累了 不如自主的加快 干族 好 好 听他 听我回来 好